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理論班長的頻道 這幾天我顧著開直播唱歌,很忙 前幾天在我準備開播的時候,我補光燈的火牛燒了Fuse 令到家裡都跳了電掣,真的很狼狽 12月31日晚就會播出第16集 而且很多人已經拍了這條片,我就覺得我沒有必要再做一個16集的預告了 我只是說說他們會唱什麼歌 黃建文的參賽歌曲是《愛很簡單》 周必佳的參賽歌曲是《游差》 譚輝志的參賽歌曲是《深深深》 顏米高的參賽歌曲是《時代曲》 劉威王的參賽歌曲是《想理想得很固執》 沈忠賢的參賽歌曲是《曲中人散》 陳如飛的參賽歌曲是《抹結果》 林若瑩的參賽歌曲是《追憶》 沈忠賢的參賽歌曲是《人間》 我看了TVB娛樂新聞台的預告片,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的,都會發現到一些東西 我們一起看看這張照片吧 大家很清楚看到劉河是坐在這裡的 它的右邊雖然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樣子 但憑那件衣服,我相信這就是鄭梓浩 這些鏡頭當然不會是不小心剪進去的 這條預告片其實是12月29日晚上已經播出了 我相信無線是想告訴鄭梓浩和劉河的粉絲 他們沒有被淘汰,他們成功進級下一回合 令到大家很想知道究竟哪兩位參賽者入了危險區呢? 而那兩位參賽者最後可不可以出回來呢? 無線就是想製造這個話題,令大家去看第16集 作為一個家庭觀眾,我當然覺得張嘉誠這個評審 他評分的標準真是亂來的 我希望無線不要再找他做評審了 在TVB中藝,劉河的《一個傷心的理由》這條片 是有11萬2千的觀賞次數 而留言是超過1100個留言 大家都可以看看這條片,那些留言大部分都是支持劉河的 都是說這個張嘉誠評得不知所謂 而鄭梓浩的《特別的愛及特別的理》 觀賞次數有5萬4千次 有224個留言 其實我很想跟無線或評審說 我們這些家庭觀眾,雖然我們未必在音樂上有那麼多知識 但我們也是有耳朵的 有時,有些參賽者根本不是長得那麼差 但硬要折低他們的分,抓他們入危險區 這樣的做法我真的不會認同 又或者有時有些評審是要唱好某幾位參賽者 但我們真的看得到的 其實無線做少一點這類的事,收視自然會高 當然無線是不會聽我們說的 他都會做回他一向正在做的方法 我現在看回第一屆中聯好聲音的參賽者 很多都有很多工作做,這個我就覺得是開心的 我都希望中聯好聲音2比賽完結之後 無線找多些工作給參賽者做吧 我都覺得有工作做遠遠比名次重要 各位,這條片的量就到這裡 等第16集播出之後,我再和大家慢慢聊 多謝大家,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